西兰廠 他聽不到亦都說不到 但他就是這家文青咖啡廚的廚師 是的 外表上我們看不到大家什麼分別 但其實我是聽不到的 我有張殘疾症可以告訴你 我真的是龍人來的 聽不到東西反而令它比一般人 更加專心在廚房的世界 聽不到水滾聲 油渣聲 焗爐的丁聲 就用雙眼雙手 或者是有時同時都會拍拍我肩膀 就看一看我 有單 同時間怎樣溝通 以原木染之下 簡單的魚、蝦等食材手語都難拒不到 再不行就用WhatsApp 有時廚房裡我們要分工時 我都會跟對方說 你要準備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就會用嘴型說明明 它會掌握我的口型 然後它會說finish finish 搞定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誇張一點 做一些行動 我們大家會明白 可能有時會有些不太明白 但在最後會笑 我的最愛的朋友 在廚房裡 聽不到話四十幾年 現在看落觀之竹的背後 是靠當初一步步的失落溝通 一定有 一定有些不開心的 大家都是見聽人 而我是一個龍人 人家說到又會說我說不到 對方說什麼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 怎樣溝通呢 我怎樣用手語去跟大家溝通呢 不想被定義為麻煩 即使被社會排斥在外 仍然想自力更生 聽不到而已 什麼問題 不重要 有手腳去上班 所以我自己都會希望上市 最重要不怕困難 不怕失敗去找工 在龍瓦中心的校長 介紹下做銀行工 但夾在見聽同時間 令她覺得格格不入 同時用口語去聊天 我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但同時可以跟見聽同時一起吃飯 但仍然看到他們有歧視我 因此我也會不開心 到今上下 我就會知道他們不想跟我說話 同時長時間在辦公室中吹冷氣 令到周身病 為了健康為了開心 她辭職轉入飲食業 在連鎖咖啡店做甜品和出餐 一做就八年 後來被公司裁員 同朋友來到大南街這間cafe 一試就愛上這裏的氣氛 WhatsApp自戰見功 帶上翻譯員 來了場不算很正式 但都很愉快的interview 我們跟著就叫她 不如即刻就試吧 又有order 其實她很快就選擇 她現在跟同事合作 或者當時跟我出order 都是獨信多 但有很多時我發現她是不明白的 但我會問她你明白嗎 但她會跟我說她明白 我寫字地問她怎樣 然後她才明白 雖然會獨信 但面對陌生的客人 始終略嫌雞和鴨港 尤其疫情期間 人人戴上口罩 更加難以溝通 但經常來的熟客 一早都知道有她的存在 都見怪不怪 因為很驚訝 很少見到龍的人 會在front line做 我覺得她做事其實都OK 我不覺得因為她有什麼特別 所以做的事是會 Below standard 或者會怎樣說不夠 但來到這裡 我會覺得是一個 好的地方 令我可以每天很開心 跟同事有說有笑 也沒有障礙 也都老闆和同事之間 不會說看不起我是龍人 對她來說 來到這裡 除了感受到自己被接納 最開心的就是 見到自己廚藝的進步 這裡是咖啡很好 還有早餐也很好 它是夠滑夠香 早餐其實很簡單 但它上來給你 是熱辣辣的 覺得很好吃 如果沒有自尊的時候 你怎知道自己做到 還是做不到 尊重自己 然後去試一下 最重要的是 她作為一個母親 想讓女兒在她身上 看到一個好的模範 我沒有理由放棄 而令我女兒在我身上 學放棄這個東西 我很少想負面的東西 農人是受歧視的 是受壓迫的 但對我來說 我也希望選擇 去活出我自己的人生 是 是